要投资 先求资 关注我们华尼茨 Hello 大家好 我是Jekty 欢迎来到我们V家地产研究院 月道楼市指数报告解读的时间 今期节目我们会来讲讲 肖庆北月份的楼市情况 老规矩我们也讲回整个宏观资讯吧 本月肖庆珠三角书楼 广州新机场工程设计中标 新机场位于我们绍兴高耀区和佛山的高明区交界处 选址的面积差不多是20平方公里 预计会在2023年年代动工 对于这个机场大家可否很熟悉 今天Jekty就跟大家讲讲 这个机场的地位是非同少可的 虽然珠三角书楼机场最终的选址 还是佛山和绍兴的交界处 但在各类的规划里面 都是作为广州第二机场的身份而存在 其实从广州新这个秘注名 其实大家都知道了 作为广州第二机场 这座新机场的设计量量非常高 首先它的定位级别非常高 在整个珠三角乃至全国都是一席之地 首先它设计的量量是3000万亿次 远期会去到6000万亿次 规划是最高等级的4F级 我们要知道全国有200多个运输机场 第4F级只有16个 连续为商机场城市的上海 也只有浦东机场一座4F级 红桥机场都是4E级 在疫情之前 广州已经是仅次于 上海北京的大三大国际红空疏楼 未来这个地位会更加广固 在设计的客流量来看 广州新机场在大湾区 仅次于广州白云机场 和深圳的保安机场 是高过现在已经有的珠海金湾机场 澳门国际机场 和佛山的沙堤机场 同时 这个机场书楼还会接驳多条铁路 比如珠江小高铁 小圣林城寨等等 未来对于肖庆和佛山的发展来说 是会带来巨量的效应 特别是对于肖庆 将会成为肖庆第一座高级别的国际机场 好了 了解完横观资讯 我们来看看 本月份的肖庆楼市是什么情况 首先 本月肖庆的土地市场 就没有地费出现和成交 而楼市的成交情况 网签20万方 还比上升了差不多30% 成交受到最后网签项目的影响 而发展商入市的货量 也去到33万方 还比上升超过200% 供求比较到1.46% 市场供应低位回升 主要是因为一些 港宁项目集中入市导致 而网签的关价是差不多6000元左右 还比下个 同比上涨 同比上涨的 帐幅就收窄了 主要是受到本月的成交结构 恢复了常态化 受到极端低价安置房 最后网签的项目网签减少 市场价格出于正常化水平 但受到区域性成交差异的影响 价格的走势仍然是比较平稳的 市场的总体表现 优于去年的同期 8月的成交分布利坦 集中在低价位的60万元以下 面积段是70-130方之间 其中以兆庆新区 政府安置房 低价项目 以及鼎湖港宁的 工需产品 是本月的成交特点 本月的成交特点 以低价工需为主 而全市的成交派行榜 网签面积和网签套数的TOP1 是龙江太古城 这个项目已经是卖完的 制效网签 其次是我们的兆庆军屿海岸 位于高腰区金龙中路 新时代购物广场笔质 最瘦的户型面积 就是91-140方的 3-4房单位 是期房 预计会在2024年12月份交流 来到我们的细分区域 首先是顶湖 总体的成交不是很理想 网签的面积不到1万方 而价格方面上升5%左右 主要受到本月的成交主力 是核心区域项目影响 总体来说 价格的走势都比较平稳 而端收方面 本月的成交大幅上涨 网签的面积到4万方 环比上升4成左右 温价差不多到9000元 环比上涨差不多一成 都是因为本月的成交结构影响 它是受到我们的核心标光豪宅项目 保利云稀花园 集中成交 这个项目 行为于我们端州的城东街道102东湖公园隔离 预计是明年交付的 现在买的是121-2004方的4-5室 改善型的产品 而新开这边表现依然比较平淡 本月都是没有生货出来的 成交的面积和价格受到政府安置房的影响 偏开军价变动幅度比较大 好了,我们最后对整个8月流史读了一个总结 本月少庆诸心国书楼机场总标 基建的兑现也逐步奠定了 少庆湾区西部中心的地位 这个机场是对标广州白环机场 同时会接驳多条铁路钢线 将会与少庆带来全新的机遇和人随的流通 本月的土地市场就没有挂牌和出样 市场的供应持续低迷 截止到8月份 全市的涉择土地累计成交16万方左右 成交金额3.7亿元 本月市场量升价玩 市场刚需低位回升 主要是因为港令的项目集中入市 成交受到债后忘签项目影响少幅上升 市场仍是低位运行的 预计后组的政策信号释放落地有望回升 整个市场供应集中在核心城区四汇 端州顶户 全市的供应低位运行 其中 绍兴新构已经连续了很多个月都没有新增到供应 预判后组土地市场恢复供应 整体的供应都会陆续恢复回常态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按个小时追踪我们 最后也麻烦大家给一个like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